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時間過很快 馬上就到了2021的第二個月 我自己感覺 PS有一直在不斷的飢餓行銷 每個月慧嚴獸的東西 越來越強,越來越厲害了 從一開始送好幾款的 戰神4、惡靈古堡7 兩款我在上幾個月玩完了 雖然戰神我已經玩過了 但神作真的是一由未盡 讓人真的想要再一次的感動 今年第一個月送了食人殺 看起來沒什麼 但玩起來也是很有趣 而且有時候 送的PS5版本 總是會讓人期待 有什麼樣的改變 這個二月 送的三款必中精靈、血肉之城 還有控制的終極版 三款真的是有夠強 先前還想說 要不要買控制的終極版 結果在二月就送了 幾乎是可以直接抵掉PS Plus的錢 不僅如此 這次的優惠還包含了新作 毀滅群星 看著預告 大致上就是一款賽車的爽game 整個就是有夠佛啊 雖然在PS5缺貨的時候 該不該說買到賺到 但其實你就算沒有PS5 也是可以領這個遊戲 我會在片尾放上如何領這個優惠 後面得利用PS5再拿出來玩就好了 因為跟本次的主題沒什麼相關 我就不說太多了 放在片尾講 當然 最主要還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完 我這次本月的重點 血咒之城暗月儀式的心得介紹 我會停下來做這片的遊戲心得 除了它是PS免費遊戲 想公告給大家知道以外 最主要還是因為 雖然它是2D的橫向遊戲 但它繼承老遊戲的經典精神 在融合現代的3D元素開發出來 不管是新老玩家 都可以更喜歡 類銀河惡魔城元素的遊戲 以及為什麼當時發售 大家會用神作來比喻它呢? 首先 大家聽到神作這個詞 或許還是有點害怕 不過真的不要緊 以上次的遊戲 還是有人說它是神作 代表真的是有點厲害 就算是其他家公司 也把它做成手機遊戲 但也是要付費的喔 所以這次DS會員免費 大家拿到真的是很棒 血咒之城暗月儀殺 是由Armplay製作 505 Games發行的 發售平台很多 所以Steam就有它的評價 到達了快兩萬多則的 壓倒性好評 以評論來看 確實是很值得買的一款遊戲 那麼團隊呢? 我們來看一看 Armplay這個團隊是由 武神蘭校司率領的 這位神一般的人物 大學一畢業就是Konami 參與很多有關於 惡魔城系列的創作 系列巔峰之時 都是武神蘭校司負責的 像是月下夜祥曲 就是當時1997年 大家公認的神作 倒現在也是許多老玩家 心裡面最好玩的一款橫向遊戲 那先前應該有聽過 血咒之城就是 惡魔城的精神續作 是因為武神蘭校司 在2014年3月離開了Konami 創立Armplay 擔任了總製作人 以及聯合創始人 也趕緊開始 製作有關於血咒之城的開發 在2015的5月到6月期間 武神蘭校司就發了一次的募款 而這一次的募款 就有6萬多人參加 進而就到達了500多萬美金 這數字可不是小數字 所以比到這個走向 血咒之城的開發 肯定不是問題 但相對 募資的人數越多 壓力相對也就越大 內容跟質量也必須要更加提升 才不會讓這些募資的人失望 像是當時試玩版 畫面確實不是很好 顏色沒有很鮮明 角色細節也沒有很明顯 直到真正發售的時候 整個畫面大幅翻新 就連武神蘭校司也至少畫面不好的問題 引發了大量的討論 當然畫面有翻新是不錯 整個核心的骨幹 還是要看遊戲性跟劇情好不好 才會更吸引玩家的心 這次的解奏之城 最主要是以惡魔跟水晶 來創造這款遊戲的故事 背景是在18年紀的英國 因為發生了一次火山爆發 引發了大量的天災 造成各地區都毀壞了 以至於惡魔趁機闖了進來 大家都很慌張的情況下 教會的煉金術士開發了一個秘術 就是把惡魔力量植入到人的體內 製造成碎片人 也可以說是水晶詛咒 遊戲裡面就有兩個被水晶詛咒活下來的人 一個是主角的米利安 另一個就是 原本是煉金術士的吉貝爾 他們原本人類的意識都很清楚 縱使一直有碎片植入到自己的體內 產生出大量的力量 但也不會因為這個變故 意識變得跟惡魔一樣 那因為米利安睡了十年 所以這期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一起來看到吉貝爾 變得想要毀滅世界 他就希望可以遵守他們曾經的約定 誰變得無法控制自己 就記得要殺了對方 展開這次的冒險 所以理所當然 在這次的冒險裡面 你必須遇到一些 奇心怪獸的惡魔 像是巨乳帶點 克斯魯的仗禦女 喜歡用血洗澡的貴妃 那要討論這些話 就必須要介紹幾個戰鬥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武器 遊戲裡面共分為很多類型的武器 以種類來說 有劍、有刀、有長矛、有槍等等的 還有更多的種類武器可以選 每個人試用的都不太一樣 像是我自己就喜歡用不同類型的 打小怪的時候 我常使用劍 因為揮擊快 打的攻速也很快 傷害也不會收到太差 那有時候打王的時候 我也會換打劍 傷害高 一刀打完再抽身 看完王子走向完畢 再砍一刀真的很好用 有種比較機車的王 我也會使用導向劍 這種話比較像是以前武俠小說 那種武器讓劍飛出去給他砍 而且我當時以為傷害應該不會很高 但其實蠻強的 一次就是兩下傷害 又可以跟小怪跟王保持距離 真的很好用 而有些武器裡面 他能夠帶出的攻擊模式不同 部分還會有秘技可以使用 阿這個秘技不是在說 要打什麼 How do you turn it on? 就會跑出霹靂車 這不是世界帝國齁 遊戲裡面翻譯的秘技是在說 我武器裡面可以依靠一些暗法來派生出傷害比較高的小技巧 像是劍好了 他就會發出藍光在向前砍擊 再消耗一點MP值 練好了就是同樣類型的武器都可以使用 沒有很華麗 但我覺得天真的有趣性 我覺得還不錯 像是我自己還不知道暗法的時候 有時候一時亂按就按出來了 那種感覺真的是驚奇感滿滿 因為如果要知道秘技的暗法 就必須要到地圖的書櫃上面 才可以知道如何觸發 那除了這些可以提升傷害以外 MP還可以使用在碎片身上 因為米利安就是碎片人嘛 有時候惡魔打一打 掉出的碎片都是可以拿來用的 碎片越多得到的力量也就越多 而碎片又可以細分 觸發、效果、定向、附魔跟死魔 大部分都是依靠打怪才會掉落碎片 裝上去就會越來越強 但每個人喜歡的碎片都不同 這也是我們能夠摸索的一部分 我就不劇透太多了 而除了碎片 是你打惡魔會得到的東西以外 很多也會在寶箱裡面得到素材 像是鐵、麻、鋼鐵之類的 這些都是可以拿來製作武器 或者是裝備類型的東西 不過我大部分也很少直接製作 因為有時候打怪就會掉裝了 製作的必要性就會變得比較低一點 相對這些素材 我就會拿來強化比較實用 像是強化碎片 有些你用起來不錯的碎片 把它強化起來之後會變得更強 可以比照素材好取得 然後又實用的碎片來強化 當作是前期或者是一周目擋著用 像是召喚時的就還不錯用 然後素材又是像木材 非常好取得 CP值就非常高 那在戰鬥的時候 不免就會看到一些場景覺得很特別 像是橫向遊戲 我一直以為就只是一張圖而已 但時代不可能 科技也在進步 寫獸之城在某些場景 縱使它只是2D的一張圖 但它還是有把3D的要素表現出來 比更早期的橫向遊戲又再更加進步 像是馬車的移動 城堡的環繞 我自己玩到的感覺就是 哇嗚,這真的是2D很像嗎? 怎麼好像是3D的感覺 音樂又是三根十字流 創造出來的曲目 長期跟音樂上的搭配 真的是非常好聽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 我們翻過一個歷史見證的時刻 惡魔城的2D普通橫向 然後又是橡樹的年代 進步到了現代化 大眾都可以接受的精細 然後又是3D的領域 整個就是又興奮又感動 那其實我起初玩的時候會有一種很單調很無聊的感覺 就只是普通的攻擊 然後同樣的動作覺得還蠻悶的 但後來你拿到越來越多武器 嘗試使用各種不同的玩法 就會開始有想要探索的感覺 劍怎麼使用 他的秘技怎麼按 大劍好不好用 還是比手更強一點 然後開始默默打開網頁 看看別人講的推薦武器 推薦的碎片 甚至是劇情進展彈的某個橋段 卡關了必須要從哪裡走 或者是拿到某個技能才可以走 還是地圖探索的趴著說 一直想要把它衝到100% 從一開始的無聊 變得好奇心很高 都是我玩血咒 玩的興奮感跟爽感 如果你有這樣的興奮感 記得幫我點個LINE 也歡迎大家可以分享自己最喜歡的 很像卷的遊戲 OK 那影片就差不多了 但是.. 如果你覺得影片不錯 也可以考慮加入引道會員 支持一下我這一個人藝人專屬頻道 就會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介紹很多不同的遊戲體驗跟心得 你也可以選擇看一下 我這個偶爾會放個跟小朋友 或者是賽博的平台叫做IG 雖然沒有奶子 但是也可以看看近期的我 過得好不好 最後也不要忘記我Youtube 現在是有57%的朋友看完 還沒有加入 如果你是其中一個人 不要忘記訂閱我這個小家庭 並且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畫面一個聲音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 現在教大家怎麼樣 先領PS5遊戲 後面等有機台的時候再玩的方法 首先你要先下載PSAPP 這還蠻方便 你可以看幾號發售 或者是立體性訂購遊戲 等你裝好 然後賬號那些也都打完之後 你就可以按下商店的圖案 它會先跳到商店的頁面 然後裡面會有幾個選項 我們可以直接點最右邊的定期服務 下拉之後就會看到這個月的會員遊戲 點它機率按購買就沒有問題了 要確定自己是會員 然後再點下0元購買 不要沒會員想要嘗試 結果付到真的錢就GG了 那購買完畢就可以了 到時候有PS5再拿出來玩吧 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到各位 大家掰掰